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講 最近有人去講 香港要去考慮 如果美國不允許 香港用Shift的時候 香港是不是 現在要考慮 不跟美元掛高 要跟人民幣掛高 我想三十多年前的時候 香港經歷過 中印談判的時候 物價漲得很厲害 每一個去搶貨 搶食物 搶衛生紙 然後英國政府很聰明的 他把港元錨定 美元可以掛高7.8港元 就是這樣出來的 經歷過幾十年 香港享受了 跟美元掛高的好處跟壞處 怎麼說 美元其中是全球有百分之五六十 是用它做貿易 用它做去定價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 香港如果不跟美元掛高 是波幅很大的 另外中國跟美國 而且是世界 也需要香港港元 你會發現很多外來投資 去值投中國的 大部分有百分之八十是通過香港去投資的 你會知道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很大比重是因為有港元 如果沒有港元的話 他們就直接投內地 不用通過香港 所以香港的公眾 有機會給人家去廢掉 所以港元對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 如果提出來不要港元解一些 我覺得他們不知道真正的運作是怎麼樣 最近我有一些enquiry 就是說英國想投內地的一些環保項目 但是英國政府已經明確不能直接投內地 所以為什麼他找我 他說你能不能找一些上市公司 他投幾個商務 然後英國去投幾個上市公司 變上就是定向去投內地的商務 香港的上市公司 跟香港的港元的地位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是沒有什麼功能 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或者是國際 在香港有很多利益在裡面 他也不會欺騙香港的利益 外國也需要香港做這個橋樑 我講了很多次 中美關係越好的話 香港沒有功能 歐美國家跟中國的關係越不好 香港才有發揮這個功能 香港的功能就是 就一些環衝的 所以怎麼說 我覺得要港元跟美元脫鉤 這個機會是很小很小很小的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的 再見 拜拜